有序 请开启 接以法界桃花 游书的柯大副教授 也是屏东宗天宫创办人 王崇利发起 吸收子官城隍庙 以及高雄市府 一起为先人举办 转魂大法会 解决公布门塔位 接近饱和种境 无族鬼坛你一直放的话 在十年二十年后 其实也没有人来祭拜他 其实对王者也是蛮可怜的 然后对后代塔位 有不足地方也没办法改善 我把骨灰这条魂 它带去转世 其实骨灰就剩下一个 没有魂的那种磷酸干 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环保障 有请高雄市府办公室主任 为无族骨灰坛 进行点阻仪式 场面相当庄严 五百六十二位孤魂 不用再承受五一之苦 转魂之后的空位 也会由神明进行进化再使用 我们而后 包含说我们高雄市 现在还有二点二万个 无族的这个骨灰 那么因为一直没有后代子孙 来做一个进一步的祭祀 因此我们在重新安放之后 会有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 一个安置的一个地方 台湾宗教团体首次公司协力 为无族骨灰骨骸 办理转魂仪式 也成为全台创举 希望能借此活化塔位空间 也让环境勇趣经营 改善台湾 香藏文化三重朱卫达 都很报道